我 这也给你 等 等一下 我有事跟你说 刚才我送薛总回去 就是我们一个大客户 他说特别喜欢你们做的广告 真的 真的 太好了 那 他有没有打算讨县 有啊 在谈呢 你看有蚊子 我就跟你说一声 我没别的意思 我也没有别的意思 我就是担心石晓念 他那个广告的点击率啊 应该能为他刷八百倍 好 那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啊 等等 等等 你 你没有别的事 没有别的话要说了吗 没有啊 我 我着急走了 先不跟你说了啊 拜拜 我现在跟你说什么了 对了 说正事儿 刚才敏伤跟我说 咱们那个视频广告成功了 上次工作没有谈拢的那个老板 已经主动找回来了 就那个经销事儿啊 找公公主来合作 来 找公众来合作啊 嗯 太好了 太好了 我就说咱们这工作室 有用吧 诗小 您现在也太容易满足了 咱们工作室的工作目的 不仅仅是为了服务工 是有更远大的漫画梦想 梦想是有的 这个是不是就说明咱们 最近的这个产品风波过去了 差不多吧 听米生那么说还挺好的吧 真的 真的 那咱们只得庆祝一下 咱先去打网球吧 我有两张体验卷 打网球 不打了 累死了 施小念 施小念 你看看这么大的网球场 一个人都没有 也不知道你突发什么迹象 咱们两个死宅女过来打网球 你搞不搞笑 那白鱼给的友会卷不用白不用 而且我又不想在家里待着 有心事啊 有心事啊 怎么 你们俩又因为沐千初的事吵架了 你怎么知道的 你最早直接告诉我的呀 你说她不会还在生气吧 嗯 可是这件事情 我做得也没有错呀 是是是 你没有错 这件事情呢 我也觉得是公公太小心眼了 不过这件事情 其实你还是得从 公公那方面去想一想 毕竟当时就你的人事目建筑不是公公 估计啊 她可能是受了 自尊心和感情的双重打击 再加上强烈的没有安全感 一时冲动才会这样的 你这么会讲大道理 怎么还跟米生闹别扭呢 石小念 道理归道理 其实真做起来还是挺难的 更何况 我跟米生的情况跟你们不一样 那 那 那 如果你换作你是我 就换位思考一下 你这个时候 会主动和公公和好吗 主动 女孩子怎么能主动 我告诉你 不许跟她主动和好 不许主动 知道了 知道了 姐 你怎么来了 好 怎么了 前出 没什么就是 刚才来了个奇怪的人 奇怪的人 谁啊 就是小念的那个妹妹 我有跟她很熟啊 她表现得特别热情 让我觉得挺舒服的 你真的一点都不记得了 你真的一点都不记得了 隐隐约约的 有那么一点点记忆 但是真的记不清楚 反正现在感觉不太好 其实你跟这个石笛 不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而且你们的关系还很复杂 算了 想不起来就别想了 一会儿又该头疼了 我知道 你们都说我跟她订婚了 那怎么想这都是不可能的事情啊 姐 出去说 姐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前出怎么跟不认识我这个人了 似的 她这种情况到底能不能好转啊 好转 好转有什么用 她要是什么都记起来 不是会更加讨厌你吗 她现在什么都不记得反而更好 你还有机会 什么机会啊 现在前出对我连个陌生人都不如 我 好了好了好了 我会帮你想办法 而且爸妈那边不都支持你吗 你急什么 小胡 石小念 姐姐 助理 还有那本漫画 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呢 姐姐到底要在试可念身上 扯到什么了 喂 喂 沐总 您让我调查您姐姐沐雪的事情 有一些眉目了 沐总看上去是完全放权 其实 暗中掌握着公司的几个小的项目 更重要的是 她最近分散投资的几个 电子领域的新公司 尤其是凡省 在具体资料中都有体现 我知道了 现在会还起压力 去哪儿啊 吓死我了 你躲在这边把他吓死人啊 今天是周末吗 不需要工作吗 今天是周末 不需要工作 即使今天是周末 你有没有问过你的老板 需不需要加班 在公司这么紧要的时刻 如果因为你导致了公司的运营 产生的问题 你负责吗 今天你需要工作 具体工作事宜 米生会发到 你工作室的邮箱 没有工作完 你休想离开工作室半个 你干吗 你把闷画还给我 你干吗拿走闷画 你把闷画还给我 哎 姐 怎么 早点不是我了 看来我这个时候来 不是很合适啊 没有 没等谁 就是躺了一天嘛 出来坐会儿 今天感觉怎么样 挺好的 除了有点虚弱以外 不过在医院 不是越来越虚弱吗 自己觉得没问题了 还是得多注意 医生有说什么吗 没有啊 我也觉得自己好像没什么事情 感觉也没有忘记什么 这段时间就像是做了一个梦 醒过来之后有些事情记不太清楚了 但也没什么 你看 爸妈也还是老样子 你也一样把公司打理得这么好 想念也 好了 别想那么多了 刚收到公司 前出 你真的一点印象都没有吗 你出事那天 真的不记得了 姐姐 哎 白云 你看到没 不是 公欧她发这事 让我们做什么呀 她这是要干嘛呀 我把公总的要求打印下来了 我给你念一下 首先呢 她要把N1网站的整体风格 以动漫的形式展现出来 具体要求如下 一 首页的三维展示图要做成动漫版本 二 整体的色彩搭配要避免使用黑白色 三 每一个页面都有符合的页面主题内容的动漫人物 作为网页的引头 这么多 不是 这要做得好年马月呀 她这个人能不能做事之前有点计划性和目的性 总来这种突发任务 我觉得她这样做的确有目的性 咱们俩不行 我得找帮手 让你凑你还真凑啊 米生 你就是一个忙的蛋 喂 小丸子 你在干嘛 没事儿 跟米生闹分居呢 你说爸 什么事儿 我说啊 今天不是分家的好时机 你得赶紧回来了 加班 咱们这儿有突发任务 那我刚对米生甩脸子 我现在正一个人站在桥边呢 这 我不说了 我自己想办法赶过去吧 挂了 我让你走 你还真敢走啊 我现在命令你以光速开位来接我 姐 喝杯水 谢谢 沐学长 吃饭了 谢谢 谢谢 菜看起来不错 不过比家里还是要差一点 是我跟他们做清淡一点 在这里住了这么长时间医院 一直也没有时间运动 到时候身体好了 也要变成个大胖子 想清淡没问题啊 我看小迪最近都在研究怎么做菜 又清淡又有营养 不如晚上 我跟她也不熟 不太方便 清淡 我知道你现在很多记忆都不是太清楚 但是你跟小迪订婚事是事 而且小迪对你的表情 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真的不记得 但是我内心清楚地告诉自己 我是绝对不可能跟小妮之外的人订婚的 所以既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我想一定是有她的原因的 我想一定是有她的原因的 是查不出来就行 然后安排人给我爸 这个广告让诗相间换掉 改成三维效果 还有这个 这个不行啊 重做啊 重做 为什么呀 这不挺可爱的吗 可爱 她可爱吗 我可爱吗 我跟她谁可爱啊 你可爱 你可爱 行了吧 我去解决一下家里无论 快去开会 喂 你们还有完没完啊 你们当自己过的是钢铁侠 全能机器人啊 我们施晓间是艺术家 是漫画家 我告诉你啊 再来凭下你们毫无道理的行业我就 喂 我就让今天早上说的话变成现实 孙姐 你是不是觉得我怕你啊 有本事你就 我告诉你啊 可不是属于沙发这么简单 要是分居呢 你就出去住 但是我绝对不会提供一分钱 你 让你们老板赶快体验的毫无道理程度 现在马上 好了好了丸子 别跟你声道了 只是光他这人脾气就这样 要是做了什么决定 谁都拦不住他 我们刚才商量了一下 就调一下底色就行 不用推翻重来 对啊 先别着急 只要我们付出努力 一定会成功的 接续吧 乔老板 解决了吗 算了 不说这个 最近是不是有很多地铁的广告 还有海报设计之内 还有海报设计之内 小老板 我许呢 以目前的工作量来说 足够了 什么足够 足够 足够石小念 今天没时间去看目前书 哦 影响都烫了 装 既然影响了 影响到底 这些工作 他今天必须做完 今天做完 就明天做 直到做完为止 他把工作做完了 我什么都不干涉 我是一个好老板 我要是石小念 我是私职 好啊 你被解雇了 哎 小老板 哎 你是一个好老板 你善解人意 你别这样 小老板 咱那个工资卡的事 能不能换一下 你也知道 我现在跟孙杰平这个情况 我这穷了 身无分分了 哎 小老板 你肯定不会开除啊 是不是 你是中国好老板呀 是吗 我好吗 你好呀 有多好啊 你特别好 哎 那个工资的事啊 好 喂 刚刚我姐来过了 今天倒是没说什么特别 但她似乎对于我跟师弟之间的关系 特别的在乎 甚至于都太没有多问 我是不是知道 那天晚上开车的人是谁 对了 我姐那个助理你找到了没有 没有 当天那个路段没有摄像头 知道她是司机的也只有你 后来她就再也没有来过公司 听说是被您姐姐开除了 具体什么原因也没有查到 我知道了 你今天就帮我办出院手续吧 再住下去 我估计所有能发现的线索 都会被她抹干净 好 那你说怎么办啊 我那边漫画也被公公拿走了 我总不能空手去啊 你傻 沐建筑在你给她带什么 她只在意你过得好不好 只要你能去 她就乐得开花了好吧 不过是姚妮 我可警告你 你可千万别做什么过分的事情 你现在可是公欧的女人 虽然两个总裁为了你大打出手 这部玛丽苏的剧情 我百看不厌 但是我敢保证 公欧肯定不是能让你感受到 玛丽苏剧情的那种幸福的男人 他会折磨死你 外加我和白宇 丸子 你放心 我跟千初现在真的就只是朋友 但是我是 千金 千初 1501说的病人吗 1501 哦 早上用过药以后 好像就没有见过他 他现在应该在房间休息吧 房间里面没有人 我四处都找过了 看货也不见了 你明月怎么搞的呀 人丢了都不知道 要我去调监控啊 女士 您先别着急 只是医院 石小姐 您先别激动 穆先生已经出院了 出院 他现在还没有康复吧 怎么可能出院啊 他现在的情况只需要静养 所以如果病人有要求的话 是符合出院标准的 那出院也应该通知家人吧 他现在还没有恢复记忆 你能让他一个人出去吗 是穆先生的助理接他的 已经办了完整的出院手续 你们 我告诉你们 要是出点什么事 你们到底给我负责 什么 千初自己办理了出院手续 学姐 他去公司了吗 没有 他没有来公司 他要是单纯地找石小念 谈心说爱还好 要是 你能找到石小念在哪儿吗 他从工作室搬走之后 我就找不到他了 你自己抢男人的事情 一点都不上心 你先找到石小念 再跟我联系吧 学姐 之前 之前你不是一直有个人 跟着石小念吗 你现在能找到他在哪儿吗 我也有我的事情要忙 难不成你每一件事情 都要我来帮你吗 我也觉得自己好像没什么事情 感觉也没有忘记什么 这段时间就像是做了一个梦 醒过来之后有些事情记不太清楚了 突然想起之前的事情 把之后的事情都忘了 怎么可能这么巧 那天晚上 他为什么非要去找石小念 还有公欧 竟然也跟着去了 对了姐 你认不认识一个叫 石小念的一个 就是小迪的姐姐 就算她看到了这些漫画 只要没跟石小念的记忆对在一起 那我和公欧 公欧 你在那边过得还好吗 如果你能看得到我 是不是对我很失望 倩初 你确定能吃这些东西吗 你身体刚好得按医生的食谱来 住了一次院出来 好长时间没吃这些东西了 真是馋得要死 不过我听你的 既然你不让我吃 那你多吃点 我也吃不了这么多 你买得太多了 咱们也没买什么喝的 我记得有一家店 餐好冰淇淋 你真的都记得了 那我就放心了 我还特别怕这次意外 让你又一次受伤害 那我就愧疚死了 小念 小念 虽然我真的不确定 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们两个之间 为什么会平拍无故地 被别人夹进来 但是当我醒来之后 看到你还在我身边 我就觉得一切特别美好 小念 你知道吗 你 那你先吃着 我去帮你买冰激凌 我去看你 我去看你 你去看你 都没看你 你去看你 真的吗 你先来看你 我去看你 你啊 你还去看你 把你问别人 她都知道 她也不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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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实地姐 我从那边了解到 确实是沐总的助理 方思明办的出院手续 然后我也联系了毛思明 她说沐总有一些事情要处理 具体是什么她也不知道 那 那她现在在哪儿啊 不知道 从医院走后 就再也没见过她 有效随时给我电话吧 哎 好的 喂 爸 实想念这几天回去了吗 没什么 没什么 我明天回家一趟 千初已经出院了 你别担心 拜拜 优优独播放 小念 时间还早 我们要不要去以前经常去哪间店坐坐 现在天已经不早了 你先回家吧 我送你回去 你送我回去 怎么 你还以为 我是以前那个又蠢又看不见的小男孩 以后啊 送对方回家 替对方出头的事情 都应该是我对你做才对 千初 你真的一点都记不起来 后来发生了什么吗 重要吗 其实 还挺重要的 对别人来讲 有多重要的跟我没关系 对我来说 你最重要 所以 只要你还在我身边 其他对对我来讲 都无所谓 可是我 好了 我送你回去 走吧 走吧 照这么看 工作能力也一般嘛 还需要多锻炼锻炼 夏老板 输我的时间啊 说 我觉得像你这种 通过硬性规定手段 来阻止施晓念 跟沐千初见面的方式 很容易激起 施晓念的逆反心理啊 你说 他到时候万一心意横 真的扑向沐千初那边了 辞职了 怎么办 施晓念他只要脑子没病 就不会选择沐千初 我 你不用送我来 不方便 晓念 你是住在工作室吗 等我把这些事情处理完 就接你回家住 你这样住在工作室 也太不方便了 千初 你确定现在可以出院吗 你要不要再问一问医生 我记得他说 你这记忆恢复以后 对身体有影响的 医生都说我可以出院了 你怎么还这么啰嗦 以前你可不是这个样子 只不过 不过什么 只不过医生说我不能受太大的刺激 但是想来想去 只要你还在我身边 也没有什么刺激可以受的 对吧 你早点回去吧 我明天来接你 明天要不然呢 小老板 看左边 有个月亮 有个月亮 月亮不是每天都有吗 是吗 千初 其实我跟龚 没事 我先回去了 回去吧 回去吧 医生哥 你最近精神不太正常 我要不要介绍一个精神科的医生给你 我觉得没那个必要吧 我觉得你很有必要 是 石小天 石小天 你什么情况 你别太过分啊 刚刚要不是我机智 你跟他在这儿亲亲抱抱举高高 就要让小老板看见了 什么呀 石小天 你现在真的是马力苏的化身啊 两个老板同时争夺你的所有权 你哪有左右逢源 谁都舍不得你 真的越来越有女主的方法 去去去去 你们都知道什么呀 千初他真的失忆了 他什么都不记得了 他跟小低结婚他也不记得 我和龚吴在一起他也不记得了 而且上次手术之后 他脑神经就受损了 我也不敢刺激他呀 那他万一又想起来了呢 其实 这件事情我还是同意米生的意见 不管沐千初记得不记得 所有人都配合他演戏 到最后 总不能把戏演成真的吧 喂 石小天 在干什么呢 事情做完了为什么还不回来 我告诉你 我信你两分钟之内出现在我面前 我饿了 就两 两分钟 好 好 我得回去了 两分钟 我得快点 小念 小念 杜总 没有 房间已经开了三天 您放心 是我的个人账户开的 您的消息系统里边没有 辛苦你了 我想安静地休息两天 把所有的事情处理清楚 我姐那边呢 有什么动作 没有 您姐那边最近特别安静 之前和几个股东要做的那个项目 听说已经停了 可越是这样 越是奇怪 按常理来说 您姐姐手里的烂尾楼 应该趁您跟董事长 最近没有心思放在公司 赶紧处理掉才对 可她好像 没有心思放在这儿 所以她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呢 为什么要对小念动手 小念跟她所有的诉求都没有关系 难道是吗 你帮我仔细查一下 我姐跟师弟私下的关系 看看他们两个之间 有没有什么利益瓜葛 我姐突然开始催婚 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好 那你先休息 你去吧 小念 早点休息 晚安 我 不可以太过分 我没想看你手机 我只是想看看 某人今天的工作有多糟糕 把安逸的网站做得有多幼稚 幼稚鬼 公欧是幼稚鬼 你看你看 明天才工作说实话的 说你是幼稚鬼 这个机器人 早晚我会把咱们砸了 这不是你说的吗 要做成这种风格 而且又不是我 成熟和动漫就不能结合吗 你们不要结合嘛 闭嘴 明天重做 为什么 重做就重做 白天给你做这些 晚上还得给你做饭 自己吃吧 都怪你 都怪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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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老板 去看看那个施小念 他到底在干什么 你怎么不自己去啊 我怎么去啊 我去看什么 偷窥狂变态啊 我去这不是变态了 小老板 要不我说你可千万别再走这强制性武器 你这一会儿监督人在干吗 一会儿强监人工作 哪个小姑娘们这愚闷 这不是把施小念往别人怀里推吗 说得也有道理 那怎么办啊 想到什么好办法吗 没有 小老板 把施小念做的网页撤掉 不是昨天才刚做好吗 好的 喂 薛总 对 这几天刚做的夜面 今天准备撤掉 什 什么 有趣 是 薛总还挺有童趣的 没想到 好 怎么样 薛总怎么说 赶紧祈祷活动吧 这个网页多保留几天 呵护说 挺感兴趣的 真的呀 太好了 没想到施小念他们做动画 能起到这么好的效果 这绝对是个意外的惊喜小老板 我呀就一直特别相信施小念他们 那那您说 今天给施小念他们工作室安排什么工作呀 总能让他们继续把网页做一遍呢 算了 让他多休息一会儿吧